來到澳門很多朋友都喜歡買手信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杏仁餅、彈卷 但你買得多,親戚朋友都覺得沒有新鮮感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一件非常有特色的手信 我們看看 其實歐洲都很流行手工堂 那麼多牌子當中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牌子來經營 其實手工堂果在外國都會很流行 其實因為是一個歐洲傳統做堂果的工藝 只不過這個品牌 就將這個工藝再加入很多不同的藝術元素 令到它更加特別 所以這個品牌令我更加吸引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將你的興趣變成一門生意 是怎樣開始的 因為我接觸手工堂果的時候 旅遊的時候在澳洲 就見到在市集那裏 有人做這個手工堂果 然後就給它的色彩和氣味吸引著 就進去看了很久 整個製作的過程 整個過程都很開心 這個令我覺得很難忘 我知道你這門生意的起步是由香港開始 由香港來到澳門這個過程 是有什麼難忘或者有什麼困難呢 如果說回經營環境來說 可能本身對澳門都不是太熟悉 所以可能在任何一種做生意 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部門 或者各方面 政府方面的一些機構 可能自己都去跑去問不同的人 可能我都會花了很多腳情去做這方面的動作 另外最難處可能是請人那方面 所以現在都很積極找一個工作的合作夥伴 可能在請人方面 薪金或者其他方面 可能比香港一般的平均來說都會高一點 可能在這方面想入行 或者想加入的年輕人 可能對他來說都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在我們開業的初期 可能都沒有特別想過 原來在請人方面會有這個困難 尤其是在創業的時候 資金都不是那麼充裕的時候 可能在請人方面 現在都要想一個好一點的辦法 剛才你說資金不充裕 但以我所知 你都是投資了一個挺大的金額下去 其實最多是用在哪方面呢 其實大概在投資方面 都用了七位數字左右 前期因為我們公司是特許經營 所以有一部份的資金 已經繳付了在特許經營的金額上面 其次也是在裝修方面 可能自己對澳門方面 又不是那麼熟悉 當時在找裝修的時候 可能都會在溝通上 可能有些困難 或者在找料上面 都不是那麼容易 變了很多東西都會在香港特別運過來 或者花時間去做 可能工程又延長了 令到有些少少淘汰了預算 那請人方面 除了剛才你說 要他本身很喜歡手工糖 這件事之外 其實還有些甚麼要求呢 其實最主要來說 因為我們都是做一個手工的糖果 他一定要對一些色彩 設計 各方面都會有一定的興趣 對於這方面有興趣的 會將他那個創造 就注入了這個糖果裡面 會令到這個糖果更加特別 知道很多中小企都是經營比較困難 但是你會自己 期望我們政府 澳門政府有些甚麼可以幫到你們呢 其實都會希望如果 政府有一些地方可以 令到我們有個平台 給年輕人聽 其實一些創意的工業 或者一些比較創意的 比較不一樣的工業 其實都有這些公司 真的在找一些不同的人才 發覺一些可能 他有不同的技能出來 希望政府可以有一個平台 可以讓我們找到他們 那這段時間 在澳門經營 其實主要的客源是哪裏呢 或者經營情況是怎樣呢 主要都是靠做公司的客人 或者是一些婚宴的訂單為主 另外零售那方面 都希望可以有待加強 跟Emmy聊天之後 真的很佩服她 一個這麼年輕的女生 由香港一個人來到澳門創業 希望大家都會多些支持她 如果想留意我們的節目 記得看下一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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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